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彰化县政府11日公布新增934例确诊个案 居家隔离人数1916人 县长王惠美与卫生局长叶燕博向乡亲报告最新疫情 今天再创高峰 终于有934人确诊 我们完成核酸有376701的居家抗原快篩 升到92827人 我们现在居家隔离人数有1996人 因为我们要因应我们政府现在有讲 这个快篩就是确诊 但是他有一些诞书 如果你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自主防疫期间 快篩是阳性的话 那请你优先联系你的同住确诊者的居家照护团队 就是本来在你们家的这个家庭医生安排时间 先确认你的快篩结果因为一定要有医生给你做证明 这个家庭医师就是做这个工作 那确认快篩是阳性之后 就我们就会有居家团队 照护的团队就把你收治 然后开始来做诊疗 那如果是中老年慢性病的话 我们会评估是不是就要来开始跟你用 这个抗病毒药物的一个治疗 那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没有办法确定你快篩的一个结果的话 我们就是用这个我们首创的线上家用快篩 卫教咨询站 由这个居家照护的团队把你转介到这里 再来帮你做确认 那居家照护的这个网址就在我们这下面 你也可以扫描一下QR Code 我们希望把居家照护团队的那个医师 当做全家人的家庭医师 因为比如说你家里有五个人 那第一个最早是这个爸爸确诊 那一确诊之后我们就会安排一个 这个居家照护团队的医师 他就是这一家人的家庭医师 只要后面有第二个第三个快篩阳性 都是找这位家庭医师来做判定 判定确诊之后 也一起全家一起来做治疗 所以我们就把家庭医师这个制度 把它拿到这个居家照护里面 这样对民众 对全家人方便 对这个我们提供照护的团队 它也很方便 它都全家一起帮你做照顾 那这个流程我们现在都已经设计好了 明天就启动 所以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你有症状了 明天做快篩 就找你的居家照护团队的医师 来做联系了 那有些时候会出现说居家照护的团队 没办法确认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难免会有些快篩阳性的判定上的问题 我们就有线上加用快篩的一个 居家照护团队判定上的问题 所以等于是我们有这个机制 一起来让大家 全家人如果说有人是居家隔离的 你要做快篩确诊 可以很方便的去做确诊 那需要治疗 就赶快衔接到后面的抗病楼药物的治疗 所以这个机制呢 明天就会来启动 也请大家注意 王县长提醒乡亲快篩阳性裁剪或非紧急就医 请勿使用119救护车 保全紧急就医量能 并再次呼吁乡亲尽快接种疫苗 主动防疫保护自己 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导